现在这个屏的故障式出了一条横线 我们按红绿栏检测一下 然后用标天纸粘到这个大概的位置 然后转换20倍物镜 移到指尖的位置 可以转换手5倍观察 亮度调节一些 看到颜色之后聚焦清晰 亮度调节一下 然后按红绿栏检测试看哪一根没有受控制的 现在检测就是这个位置不能正常控制 然后这一个横线 它是受下面控制的 这个相似点是归这里管 然后跟着下面这个横线过去修复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是断开的 然后我们借第一根那个速线的信号去做后备线 切换20倍物镜 然后切开上面这里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永点 在这个位置永点 它是竖向红绿栏的 红像的话它会每一根颜色都一样 一般我们会跳一格 现在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点它就好了 线消失了 然后这边再补多一个点 我们要打两个点 都是在这些脚位打的 然后上面还要切开 我们转换5倍看一下打的情况 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切开打点 从这里连接数到第二根 1 2 然后从这里打点溶接 修好 然后这个就测一下红绿栏 确认线条消失就可以了